那個議員所知是只有商業處 事實上我們在台北市你知道 我們對一個處罰你知道 從這個什麼證俗專案 從衛生局、警察局、監管處、社會局 它有各式各樣的嘛 所以也是說它那個是以偏概全 他說只有五件一定不止 因為那個是只有違反八大的案件 還有很多其他的案件 那事實上昨天下午你知道 我們3點15分昨天又開記者會 我就已經很清楚的講了 台北市不會自己開放八大行業 這一定是中央有說可以 我們才會做 事實上我剛主委昨天拿出來講說 有一天如果中央說要開放八大行業 我們不會無條件讓它副業 因為我們這次一定要做一個 要求要更高嘛 那我也講了 很多東西我們也不可能說一次到位 全部都一定要100分 但是 從那個公安、食安、噪音、環保 甚至到這個使用執照、建造 我總不能說你沒有使用執照 然後還是違建 我還讓你無條件副業 我昨天講的是這個 但是我昨天晚上回去看到的是什麼 那個電視台就很清楚嘛 那是中央廚房在供給資料 然後再進行認知作戰 就說什麼台北市9月要開放八大行業 要開放阿公店 然後我就每個人在講那個名嘴 口徑相當一致 我再聲明一遍 昨天的下午記者會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我說台北市不會自己開放八大行業 一定是中央有講的 只是說我們從過去的 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我們認為啦 而且我是很誠懇的講 我們不會說讓他無條件副業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們也把業者找到說 不可能完全照過去的標準 很多這種偽建 甚至你都沒有使用執照還偽建 我為什麼讓你無條件副業 所以從食安、公安、消防、照應、建造 我們也沒辦法去check check 我知道我們也沒有辦法 不見得說一次就完美 但是我會講得非常清楚 不可能讓你無條件副業 結果呢 你晚上回去看看 這不是抹黑 這不是帶風向 這不是 這不是認知作戰嗎 台灣的媒體怎麼會墮落成這個樣子 這不是正媒合一嗎 使用國家的資源再打擊反對者 抹黑另外一個政黨 不是這樣嗎 會讓人生氣就是這樣 或許通用藍貼 不可喔 屬於